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继续回到发达广场的环节 在我身边有我们的事务总监郭司治郭sir 郭sir 你好 先和郭sir谈谈一下内地股市的情况 见到内地股市今天先跌后回稳 回心300指数全日收报2432点,升5点 上证综合指数全日收报2191点,升6点 至于上海A股指数全日收报2294点,升6点 接下来星期四、星期五就是中秋节假期休市 郭sir 应该如何部署A股后市 我想暂时来说是一个正常的整固 今天最低到2172点 我说上证指数 但严格来说都是属于正常的 升后技术上的消化和调整 直到现在这一分钟 上证虽然有少少高台的反复 但这条短期的上升轨仍然没有跌穿 换句话来说 整个技术上属于一个续沉顶的形态 仍然继续 只不过美中不足的地方 因为这一刻的下跌是跌穿了2199点 这个早一个浪的高位 形成了急急向上行的形态 有少少修订了 下一次看的图 我将会由2093点 2199点和2270点连线出来 这条也是一条上升的初步的压力所在 这条上升的压力的线和支持位 连线起来 就会成为一条上升通道 这条上升通道 其实不跌穿问题不是那么大的 反而上证指数在高台上受压 轻轻下来其实是一件好事来的 略为消化一些获利货 只要不跌穿问题不大 当然其实回讨之后 都要看基本因素 如果政策或各样东西 都仍然是市场预期之内 很可能下一个周期的上升 最终会正式上市2334点 这是今年5月29日的高位 来到这一刻来说 一旦成功突破的话 市场的气氛会比较刺烈 不排除在那一刻进一步向上望 是会今年全年高位2444点 很久没见过这样的声势 其实去年12月4日 都试过一浪高一浪的形态 但当时也指出这条上升位 太过斜了 斜得太斜 斜到很难令人信服 在2月18日见到高位之后 反复下跌当中 在今年6月26日再创一个新低 但这一阵上升由于是属于一浪 第二浪 第三浪 是一浪高于一浪的形态 还有是很有秩序 中间除了光大错本做出2199点之外 其余的部分 都是在一个正常的情况之下 进行一个升或跌 都不知了 急升过后当然有回套 因为由1849点 升到上高位2270点 上证指数在这段时间已经升了421点 421点 相对港股来说 一天的波幅已经随时见到 但在上证来说 是代表20多个百分比 所以稍为整固消化 我觉得是有必要 也正常的 只要中央在往后 是会有政策不断出台 其实汽车的政策已经出台了 往后的市应该逐步向上推升 也不排除最终突破2444点之后 整个市况是进一步尝试2800至3000点 当然知道 09年8月4日 上证指数最高是3478点 技术上头达尾跌足46个月 就算经济是早前不明朗也好 或者是有机会出现硬着陆 好像外资所说 其实什么负面因素都反映了 但实际现在的经济根本就是软着陆 而且很多外资对内地的经济和市况 都看回正面 有不少也将GDP由全年目标 上调度是7.7 甚至是7.8 未必会太快 但第二季7.5 第三季7.6 第四季7.6到7.7 这个趋向 我觉得可信性就比较高 谢谢郭sir的分析 另外亦都想问你一些自由行相关的股份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见到今天的报章 都有一个报道 就是说可能政府就会向内地要求 进一步扩大自由行的规模 潜在的人数可能会增加大约1900万人 都是一个相当之庞大的数字 不过见到相关的股份 好像一些化妆品股 沙沙和卓越 今天的变动都不是很大 金色股当然是跟着国际金格下跌 其实是否言之上早 还是如果真的落实的话 对相关板块影响有多大 正面肯定是正面的 首先来说 你游人多了 你消费值变强了 问题就是 来到消费的人士 旅游人士 到底由哪个地方来 如果你是一些主要的城市 消费能力比较强的话 不单止是沙沙 卓越这些受惠 甚至乎一些名牌的手袋 名牌的手标 或者一些转介 都会受惠 但反过来 如果1900万 或者1500万 多少游人都好 如果是一些二线 甚至乎三四线的城市来的话 他们的消费能力只有一半 一众金色相关的股份 或者卖名牌手标的一些商铺 可能未必会受惠 但是 中下价的消费 例如沙沙 卓越化妆品 护肤品的店铺 我相信会直接更加受惠 当然知道 直到现在这一分钟 我自己看回一些 好像来广东道 过去一段比较刺烈的时间 门口 好像一些名店门口 排着队进去购物 真的排着队 你要等 但现在这个情况 都好像比较少见到 不知道是否因为 过去内地的经济 有点反复 甚至乎有些下调的压力 在负财富效应之下 大家都省一点 或者没什么心情洗 可能未来 股市如果升稳 或者真的上到2600 2700或者2800 在财富效应增生之下 不排序 又有消费能力出来 所以 对一众零售股 比较直接受惠的 应该就是一些中下价消费品 好像一些护肤品 一些化妆品 一些沙沙脆月 这些肯定是率先受惠的了 剩下的一些名牌的手表 和名牌的服饰 或者转戒那些 就要看大市 和看经济的气氛 总的来说都是正面的 不过有一个情况 大家都要留意 就是香港的租金 其实很贵的 如果相关的店铺 它的营热额能够提升的话 问题不大 因为租金贵不要紧 营热额同步增加 它会将租务的负担 是可以转价出去的 但反过来 如果你买一些名牌的转戒 手表 你的地方当然要漂亮 但租金一点都不便宜 如果你说你的营业额 不能够同步增加的话 那就比较吃贵 暂时来说 都要看看游客是来自哪个城市 如果你说一二线的城市 当然是可可可和 即是开心 但如果三四线城市 就可能是旺丁 不过财就不是那麽旺 不过另外一个问题 香港能不能消化到那麽多油人 这也是另一个问题 好 谢谢郭sir 亦都跟大家跟进 恒指在收市之前 就是报23,157点 跌22点 郭sir先做个申报 刚才说股份有没有持有的 没有 谢谢你 我们先休息一会 一会儿回来 继续有直播的环节 一会儿再见